那个祖传大砍刀找不到了 所以在购买的时候 让老板娘帮我给剁好了的 我们准备山药一根 去皮后切成滚刀块备用 所谓的滚刀是指滚动食材 不是滚动刀 也不是滚动软 把切好的山药 放入清水中浸泡 向水中加入食盐 和少量白醋 可防止山药氧化变黑 盐玉米两克 切成块备用 好像玉米泡了一块 测浆 开末一把 用水泡发后备用 大红枣八颗 挡身两根 用水泡发备用 炒锅织放于火上 向锅内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排骨凉水下锅 向锅内加入少量黄酒去腥 大火烧开后 偏去浮沫 老鼠用水冲洗干净 炒锅织放于火上 锅烧热后 加入极少量的菜籽油 加入厚姜片 炸锅扁炒 然后加入八角一克 加入适量凉水 倒入排骨 加入葱结 泡发的红枣 挡身 再加点黄酒 加入小米辣一颗 不喜欢吃辣的 可以不加 但是根据本人念 一颗小米辣的加入 不但可以去腥 对汤整体的复合口感 提升了一个档次 大火烧开后 盖上锅盖 在大火烧三分钟 然后转小火炖 炒15分钟后 加入山药玉米 哎呀 能到中年不得已啊 排骨汤饮 咱们加一点枸杞哈 然后再盖上锅盖 炖30分钟即可 30分钟后 打开锅盖 在大火收浓汤 待汤汁浓郁后 开始调味 加入胡椒粉适量 盐量少 加入水发海莫尔 搭配菜品颜色 稍微煮一下 即可出锅 为了菜品美观 在出锅前 挑出葱节和后蒸片为佳